進武帝時,有一位富翁叫做石崇,被封為安陽興侯,官位做到荊州刺史。 她後來與航海商做生意,家財日益豐厚,成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婦人。 當時也是全國首富,但是她的嬌車脾氣也隨著財產日益增加。 尊喜歡與其他富翁增強賭勝。 當時有貴族黃海與石崇鬥車齒,黃海的馬車出油,用絲綢做遮太陽的步將,長達四十里。 石崇不甘示弱,就用昂貴的錦布做步將,長達五十里。 有一天,進武帝刺了一座三尺高的珊瑚樹給黃海。 黃海認為是稀世其真,就得意洋洋地拿去與石崇比賽,以為這次一定可以壓倒石崇。 誰知石崇看了一眼,隨手拿起一隻鐵魚衣,用力一擊將珊瑚樹打成粉碎。 黃海以為石崇妒忌自己的寶貝,於是怒火中宵,聲色俱麗地與石崇交涉。 誰知石崇若無其事地命令左右隨從,將自己所有的珊瑚樹都搬出來。 估計四尺多高的珊瑚樹,有六七十座。 好似黃海那床珊瑚樹那麼靚,不計其數。 石崇叫黃海任選一座作為補償。 黃海看到,一時堂木結舌,從此都沒有人敢與石崇比較財富。 後來石崇的富有名聲傳播傳覺。 石崇可以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宦官。 他在安陽地方建築了一座金谷別墅,進角崇流,畫動雕糧,極盡富麗堂皇。 裏面的基妾侍女多至幾百人,日日私足管言,每日烹煮水綠真味,飲酒作惡,僱用數十名烹調的廚師。 石崇在五欲上的享受可謂奢恥到極點,當時的族人很羨慕他的洪福。 各位,這種奢恥是人類最不好的行為,耗費錢財,還算小事。 流閉所及,使人心宅於物慾享樂,助長名利的追求,埋沒天理,而且仗至金錢的魔力, 敬上奢恥,虛微世間物資,不懂得以多餘的物資回歸社會救濟貧窮,造成所謂豬門狗肉臭,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象。 在金谷別墅住了幾年之後,有一次石崇被其他宦官陷害,被夾去官職,還被趙宏倫判處死刑,牽累全家被殺害。 當石崇和家人被押赴刑場的時候,石崇大聲高叫,你們這班勞博,要想得到我的家財,所以喊害我。 那位監營官聽了之後,就冷笑一聲地反問他。 你既然知道錢多足以招禍,當初何必揭力聚財呢? 你不用錢財造福人群,窮奢極恥,只懂得享樂,應有此報。 石崇在中國歷史上,以財富著名,亦以生死加滅為結局,因果報應真是絲毫不爽的。 石崇和家人